被告有固定的职业还有住所 然后纵然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 可能造成被告逃亡的危险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可以借由聚保 限制住居还有限制出境出海的方式 然后降低他逃亡的危险 乙性被告涉行过失致死案件 甲官申请羁押那本院成审法官审理的结果 他是裁定被告聚保新台币50万元 然后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然后限制出境出海的期间是八个月 然后不得跟相关证人或就本案的工程 有契约关系的人接触 被告涉犯刑法例276条 得过失致死罪嫌的犯罪嫌疑重大 成审法官按照眷内的相关事证 那认为这一件事故直接 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就是 破车滑落边坡撞击火车 那就这个直接原因所可能产生 可能涉及的过失责任 被告其实他是没有勾串的可能 那案发现场还有相关的证据 那各位都清楚甲官已经到场处理 而且已经开始收证 被告就这个部分湮灭证据的可能性也不高 两个官有提到被告还有其他人之间可能就过失责任的分配 还有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挥监督的瑕疵 也就是其他人可能也有过失责任的部分 那本院成审法官审卓这些人跟理性被告之间的利害关系 认为他们的勾串的风险并没有很高 而且被告有固定的职业还有住所 然后纵然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 可能造成被告逃亡的危险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可以借由聚保 限制住居还有限制出境出来的方式 然后降低他逃亡的危险 对五十条人命 五十万会不会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成审法官 他审卓案情之后的决定